加州公路巡警局shp11号上午4点钟接报 在10号公路amonti pet road出口附近的路坚停靠车内发现一具女尸 警方随后封锁10号公路东向全部行车线 直到走1点半钟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警方说死者大约为30岁左右的西裔女子 而女子的右侧头部重胆 目前公路巡警局和amonti市的警方以谋杀案展开调查 一名正在家中复刑的囚犯7号逃跑 警方11号在整几条高中附近发现他 立即将高中和附近一所小学封锁 下午1点钟囚犯在高中的操场被捕 学校恢复正常囚犯被捕之前没有跟师生接触 受总统大选前景未定影响 南加州四个都会2016年第三季度假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创2010年以来的新低 但选后就稍有回震 洛杉矶产愿平均年度增长2.2% 在南加州排最尾 创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新低 习惯依赖咖啡提神的美国人 现在有机会品尝到号称全世界最强烈的咖啡 这个名叫做黑色失眠的咖啡 在去年在南非问世 据悉这款咖啡的咖啡因 剂量比一般的咖啡强4倍 每12盎司的黑色失眠就高达702毫克的咖啡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